这几课咱们来看一下车辆维护体 车辆维护体呢多数比较简单 有些是常识性的 只有少数啊需要咱们记忆 我也会增加一些口诀 OK来看第一题 网约车日常维护是驾驶员 必须完成的日常工作 要做好什么的安全检查 那日常每天要做的 就是出车前行车中和收车后的安全检查 因为咱们每天都要出车 都要行车和都要收车 第二题咱们的口诀叫 扫不看 扫一扫也就是清洁 补一补呢那就是补给补油补水 看一看那就是看看 轮胎啦看看罗姆啊 看看油的页面呢 就是看一看 咱们看题日常维护是由驾驶员 每日出车前行车中和收车后 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 作业的中心内容是清洁 也就是扫一扫补给补一补 和安全检视 这就是看一看扫不看 第三题咱们说的是制动液人命关天 为什么说制动液人命关天呢 因为是制动液影响着刹车 如果说制动液里边有水或者有空气 会导致刹车不灵 甚至说刹车偏软 关键时刻可能会人命关天 所以它不可能是每天天价补充的 咱们看题 出租汽车日常维护是驾驶员必须完成的日常工作 要做好什么的补给和车容的整洁工作 这里是燃料 冷却液和润滑油 这里是不包括制动液的 制动液不可能每日拧开来看一看 缺不缺 第四题比较简单 下列哪些项目属于安全检视项目 那就是看一看 A 轮胎气压及磨损是否正常 固定螺母有无缺失或松动 B 检查发动机底盘有无依撒泄漏 就看看有没有漏油 有没有漏水 C 检查仪表直视灯是否正常 D 检查计程机架设备是否正常 这都是出租汽车的安全检视项目 第五题 出租汽车车辆安全检视主要包括 咱们看也是ABCD都选的 A 轮胎压力是否正常 固定螺母是否缺失或松动 B 燃油的油量或者燃锡压力是否正常 C 机油的油压和液面是否正常 配置自动变速箱的 应该检查液压油的液面 D 冷却液液面是否正常 这是都需要检视的 第六题是一个常识 说哪些做法能体验出 有安全文明的行政意识 当然是符合的只有A 出车前检查质量 B 说在高速公路行驶时 频繁的变更车道是不安全的 C 雾天行驶 尽量使用远光灯 雾天不要使用远光灯 远光灯照到雾上之后会有一个散射 你感觉更亮了 但是看不远 而且有些谎言 D 明喇叭并高速通过学校门口 很显然 这个是不安全不靠谱的 七行车中驾驶员若发现车辆或者零部件存在异响松动的问题 下来做法 错误的 说问的是错误 所以错误当然是继续运 这是错误的 第八题 说四漏的内容 出车前检查四漏 检查什么四漏呢 有没有漏水漏油漏气漏电 咱们是没有漏光的 所以AB排除 那还没有漏风的 D排除 符合的只有是C 咱们记住没有漏光 没有漏风的 第九题 问的是四漏 水 汽 油 电 这比较好理解 第十题考的是三滤 说驾驶员应定期更换三滤和机油 三滤指的是什么 咱们都知道啊 机油滤性器 就是换机油的时候 把这机率换掉 还有燃油滤性器 这也需要定期更换 以及空气滤性器 实际题 热天行车 驾驶员应该注意检查什么 检查 A 水温表的读书变化 但是有的车可能没有水温表 比如说轩逸 就没有水温表 B 轮胎的胎压 轮胎的胎压 有可能是你出车的时候检查 如果你有胎压监测的话 可以直观的看到 C 气压表的读书变化 这个气压表的读书变化呢 答案里有 但是 实际上咱们很多车没有 气压表 D 电路 油路 OK 电路 油路 都是也需要检查的 12题 消防器材 对于车载的消防器材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 A 熟练掌握使用方法 B 在车辆适当位置 固定牢靠 C 说 即时更换前锋 这个是没有的 D 定期检查 13题 说日常维护是下水源必须完成的日常工作 要保持什么的清洁 这里答案是ABCD 机油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 不太好检查 但是答案是这么选 咱们也只能说这么来 如果说这几个滤清器出问题的话 有可能咱们在车的动力方面 以及发动机的温度方面 或者汽油的供给方面会出问题 为了保证他们正常的每日运行 也算是日常维护的检查项 所以说这几个咱们做题是注意一下 容易做错 14里一级维护 二级维护周期的确定应以汽车 什么有基本依据 这就是行事里程 15题 一级维护作业的内容有 一级维护 静滑紧 静就是干净 要清洁 滑润滑紧 那就是紧固 这里不包括调整 咱们注意 跟日常维护要区分开 日常维护是扫不看 扫也是清洁 不那就是不急 看呢就是安全检视 而一级维护是静 静滑紧 感觉这几个都是形容词 那扫不看的还没有说形容词或是说是动词的意思 感觉就从词性来说上升了一个级别 静滑紧 16题 出租汽车 二级维护有谁负责执行是汽车的维修企业 这样一级也是汽车的维修企业 17 哪些不解需要在二级维护时重点的检查和调整 这是ABCD都选 转向节 转向LB 自动提片和悬架 这些都需要 把车升起来去检查了 咱们日常维护那就做不了 18题 二级维护的定义 二级维护就是指的运输车辆 按照什么呢 按照行驶里程 或者说 间隔实践 按期执行的维护作业 19题 如果需要在发动机运行时 对出租汽车进行保养 一定要确保驻车制动完全拉紧 并且变速箱出于 那这个当然是出于空挡状态 你制动拉紧 然后如果不是空挡的话 那会是什么状态 咱们大家都知道 二十题 这题的口诀是 大拇指的力度 小拇指的宽度 考虑呢 是小拇指的宽度 宽度是多少呢 你可以量一下 小拇指 基本上是10到15毫米 咱们可以用游标卡尺 当然不一定是游标卡尺 我有游标卡尺 这么可以量一下 基本上是10到15 看题目 以皮带松紧度简易瞄准 是在发电机和风扇轮之间 用大拇指 以29到49拇指的力 按下皮带 多少毫米为一呢 是10到15 小拇指的宽度 有的题出的也叫挠度 二十一 行车中应保持发动机的冷却液温度 在多少度 防止出现开锅现象 咱们看这个选项只有 D80到90算是最高了 那开锅是多少 开锅呢 就是100度了 二十二 哪像是日常维护作业的内容 那日常维护啊 就是相当比较简单了 就是A 补足胎压 和剔除轮胎 胎文件的杂物 那B 说检查和调整 自动间隙 这个就专业一些了 以及转向节 转向由B 还有轮胎换位 这轮胎换位 也不可能是每天的作业嘛 二十三 说发现转向不灵活的时候 错误的做法 这个错误的做法 当然是继续驾驶 你转向不灵 到时候遇到紧急情况 转向不好使了 就比较危险 OK 二十四题 这个一定要注意 轮胎的气压过低 继续行驶 尤其是高速行驶 可能会引起暴胎 二十五 轮胎气压不等 轮毂周程 预紧度不等 会造成车辆怎么样 车辆行驶跑偏 咱就可以想 一边的轮胎 胎压非常足 另一半 快别了 那肯定 车辆会行驶跑偏 往胎压不足的一侧跑 二十六题 做题之前 咱们也要先了解一个词 叫趁热打铁 为什么趁热打铁呢 如果说这个铁凉了 你再打 哎 它不同的两部分是 合不到一块去的 而趁热呢 这两部分 哎 进入千锥白脸 就和合到一块去 OK 咱们看题 行车中如果出现发动机过热 发动机过热 驾驶员 能立即靠边停车 哎 怎么样 防止发动机出现年缸现象 这时候 正确的方法是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段时间 哎 逐渐逐渐降温 防止出现趁热打铁的现象 趁热打铁这种现象 就会导致 粘缸 二十七 汽车挂挡困难 有撞机声挂挡后 不抬离合踏板 汽车机行走 或者 使发动机熄火 此故障是离合 这是离合的分离 不彻底 二十八题 其实很简单 哎 制动 对制动器 咱们看 说将制动踏板踩到底 车辆不能立即减速 停车 此故障发生在 这肯定是发生在 刹车嘛 也就是制动器嘛 二十九 车辆行驶中 不能保持直线方向 而是自行偏向一侧 此故障可能是 那方向的问题 当然 看悬项里哪个是方向的 那就是前桥和转向系 失效 这是方向 三十题 这题 做题的时候 注意 有行车时三个字 说 驾车员在行车时 要查听 A 各仪表工作状况 是否正常 C 发动机有异想 D 底盘有异想 为什么不选B呢 说发动机舱内线数 也无软化 你这开车的时候 是看不了的 是听不了的 三十一 启动发动机后 安全检查的那种 包括 A 发动机运转声响 声音正不正常 B 仪表 警示信号动态 C 燃料 也无渗漏 D 轮胎温度 这个不选 因为咱们 有谁检查过轮胎温度呢 三十二 日常维护作业中 补给 扫不看 这个不 就是补 补充什么 补充 油 补充水 油 包括燃料 润滑油 水 那冷却液 A 说 虚电池电量 虚电池电量是补不了的 那只有 车启动起来了 发动机 带动发电机 给虚电池充电 三十三 进行轮胎换位的目的是 A B C D都有 A 是磨损 区域平衡 B 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C 防止轮胎不正常磨损 D 提高行车的安全系数 这是都有 三十四 车辆出现形式摆头的故障原因 可能是 A 前轮定位不正确 这个咱们好理解 B 转向传动机构松框 就是 你打方向的时候 不打听 不打听使唤了 包括你不打方向的时候 它也可能自动会有跑偏 C 车轮动平衡不良 D 轮毂周程松框 如果说这D你不好理解的话 你可以 背这个选项 因为 对咱们多数人开车来说 实际上如果出现形式摆头 到底出的哪问题 哪地方出的问题 其实你就找地方修车就够了 是不是 原因可能有很多 但是咱们做题的时候 你记住 这一题是 兜选 三十五题 汽车底盘传动器常见的故障有 OK 这一题 其实看起来难 但很简单 底盘传动 这已经是关键词了 冷却液能算是底盘传动吗 不是 所以A不选 机油 压力骨口 这能算是底盘传动吗 也不是 这底盘传动是一种机械的 答案是B 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以及变速器跳倒 这是底盘传动 三十六 咱们记住 自由形成 咱们就可以大概理解 叫无效形成 就是踩下去 其实也没有反应 看题 汽车离合器打滑 离合打滑 什么原因呢 A 压盘压紧弹簧 状态不良 有可能 B 摩擦片状态不良 D 离合器盖板 安装的螺酸松矿 C为什么不选 C说离合器踏板 自由形成过大 这个自由形成过大 就是无效形成 它无效大了一点 跟打滑没有关系 37 哪些情况是需要更换轮胎 A 胎色被扎 B 轮胎起面嘴露气 起面嘴就有可能是起面嘴那边破损了 C 驾驶过多 驾驶过多 那清理石头就可以了吗 38 说可以降低轮胎磨损的方法 那就是 B 尽量保持直线行使 D 尽量避免紧急施动 而A 说空车可以快速起步 快速起步会增加轮胎磨损 有些还是烧胎起步 那磨损就更大 说C 频繁使用制动器 很明显 增加磨损 39题 车辆上坡时 就是尽量利用惯性行使 啊 及时换档 以减少轮胎的磨损 我这个题怎么理解呢 咱们想惯性是什么 惯性就是原来速度快 利用这个速度就冲上去了 这时候这个档位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高速档 惯性冲坡嘛 为什么说惯性冲坡就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呢 你想想那种情况 假如说是用一档爬坡 这时候轮胎抓地力比较大 抓地力比较大 相对来说它的磨损就比较大嘛 40体车辆轮胎气压过低 胎压低 那胎面接触的面积当然是增加 花一辆增加加剧磨损 特别是胎间磨损加剧 40体考的是车辆轮胎磨损 这时候花园深度达到多少毫米 予以调换 就是多少 必须换了 咱们就记住 选最小的一项是1.6 42如图所示拆解轮胎 进行轮胎换位 是什么时候进行的作业内容 OK咱们记得 二级维护经常就需要 把车升起来 OK那轮胎拆解 进轮胎换位 也需要把车抬起来 OK这不就是二级维护吗 或者说你这么急 二级维护 干大火 干专业的火 你看这轮胎换位 看起来有些绕 有些复杂 那就比较专业了 43在汽车维护中 什么维护属于强助维护 二级维护 是强助维护 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了 检查的东西也比较专业 44体 这体还是考的口诀 叫扫不看 扫一扫补一补 看一看 咱们记住 扫是什么 清洁补一补 就是补给 看一看的 就是安全检视 所以这题你别看到很长 但很好做 汽车日常维护 OK 日常维护 咱们有 包括外观的清洁 检视补给油液 轮胎气压 检查 检查什么呢 你看ABCD 跟扫不看相关的 只有 C 安全检视部 这个题 就有点像语文题了 45 出租汽车车内视频广告 应复合 什么等要求 当然是 B 可按乘客医院 开关 C 音量可控 至于说娱乐性强不强 那广告娱乐性强的也不太多 46 说磨合机减载行驶 一般按照额定载荷量减多少行驶 这个咱们记住 就是选最大的 这里最大的只有说20到25 47 这个口诀叫八轮胎 就不像说轮胎漏气了 或者说要换位了 要把轮胎扒下来 八轮胎 题目什么呢 子舞胎和普通斜胶轮胎相比 滚动阻力较小 可降低油耗 多少左右 这个降低多少左右 现在咱们用的都是子舞台 OK 那这个咱们就记住八轮胎 8 数字8 8% 油耗是8% 45 这个咱们要记 8 三到五个轮胎 前面咱们说八轮胎 那个八是什么 是相比 斜胶轮胎 油耗 降低8% 这三到五 又什么意思呢 说子舞台和普通斜胶胎 相比有弹性大 耐磨性好的特点 可是轮胎的寿命延长 轮胎寿命延长 这是30%到50% 选最大 八 三到五个轮胎 这就把油耗 和寿命延长 这两道题都记住了 49 记住三个字叫 爱自由 爱数字2 20度 这说的是车辆转向盘 最大的自由转动量 不大于20% 50题 车辆离合机踏板的自由行程 说小型车一般是多少毫米 这答案是20到30 前面咱们有提说过 方向盘的自由转动量 是多少度呢 是20度 你看 跟20 比较相关 咱们想 手把他放盘 自由转动角度 不能超过20度 离合呢 20到30毫米 皮带呢 是 大拇指的力度 小拇指的 挠度 或者小拇指的宽度 小拇指是10到15 OK 这个不要跟皮带 搞混了 51 驾驶员 压动车辆前端一侧 若车身上下震动 几次后 马上进 表明减震器功德正常 这是2到3次 记住 是2到3次 52 据试验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从90度降到65度 燃料多消耗 这里说的就是 90度 实际上是85度到95度 这是发动机冷却液 最好的温度 油耗比较低 如果降到65度 燃料多消耗多少 多消耗15% 这个15%怎么进呢 咱们看90减去65是多少 是25 OK 尾号也是5 这个尾数也是5呢 咱们就找5 有5%和15% 15% 跟这个25相比就差很多 那最接近的 尾数又是5的 那就是15% 这是咱们一个做题的技巧 53 一般小型车发动机 每怠速运转5分钟 大约消耗汽油多少毫升 这也是一个需要记住的数值 是70毫升 70毫升 对于咱们一般的车来说 也就相当于是 跑了一公里 因为咱们的车 大多数车 百公里油耗 大概是在7左右 那就是每公里 是70毫升 54 驾驶员发现由于气压过高 造成轮胎过热 应该什么方式来降低轮胎的温度呢 是停车自然冷却 一定不要采用放弃 或者像轮胎上浇冷却的方式 这会是轮胎加速老化 加速车速 那肯定是 适得其反了 55 对于装有防暴子制动系统的车辆 在使用行车制动时 应该怎么做 装有防暴子制动系统 也就是装有ABS 这时候咱们 踩刹车的时候 那就是用力踏下制动踏板 不放松就可以了 踏的时候会感觉到震颤 这是ABS在启动 有打脚的感觉 但这时候也不要放松 56 翻修后的轮胎 不要在车辆哪上使用 是车辆前轮 也就是转向轮 不要在转向轮上使用 气压过高或过低 都会对轮胎产生 什么影响 以及化纹勾底归裂 轮胎爆破等随坏 这是说对轮胎产生的影响 答案是ABC 异形磨损 连线折断和连不曾脱落 那动平衡不良 动平衡不良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比方说 你这轮胎 换了一个新轮胎 或者说 换学地胎了 这时候 它这平衡块 没有放好 可能会产生动平衡不良 58 轮胎的正确使用方法有 A合理搭配轮胎 C保持气压正常 D及时进行轮胎更换和换位 这里不选B 说必须使用自五线轮胎 这个咱们跟前面说的 前面老说 自五线轮胎怎么好怎么好 但是 为什么说 自五线没有完全替态呢 因为有的地方还会用到斜胶轮胎 这个题 你可以这么理解 再提 不选B 59 驾驶员日常检查车辆轮胎 包括 这是ABCD都有 花纹的深度 就是看有没有磨损过渡 B 是否有异常的磨损裂纹和损坏 C 车轮的螺母 是否有松动 比方柳子车 开着开着轮子跑了 这种情况也不少 D 是否有钉子 石子等衣物 60 营养轮胎使用寿命的因素有 ABCD都有 A轮胎起压 B轮胎的负荷 也就是说 这个车拉的多少人 拉的人多 拉的人少 拉的或多 拉的或少 C行驶的速度 D 道路的条件 61 轮胎搭配使用时正确的做法 搭配使用 A说 任意搭配不受限制 这很显然不正确 B 同轴不混装新胎和旧胎 C 同轴不混装高压胎和低压胎 D 同轴不混装 自无线轮胎和斜胶轮胎 这个是咱们的常识 62 同一车手上装用的轮胎应做到 ABCD都有 A 同厂牌 B 同规格 C 同画纹 D 同气压标准 63 会使轮胎磨损加剧的情况 有 ABC 前轮定位失准 不光前轮定位失准 你四轮定位失准都会增加磨损 B 严重超载或者偏耐 C 轮胎气压过高 而轮胎动力和不良 这会导致开车的时候感觉 哪地方在 在抖 在蹦 但不至于说轮胎磨损加剧 关系还没那么大 64 下面关于汽车传动轴说法正确的有 这是很显然 ABCD都会有 传动轴运转的时候不能有震抖 不能有异响 中间轴承和弯向节不得有裂纹 D中间轴承和弯向节不得有松框 其实即使你不知道什么是中间轴承 什么是弯向节也没有关系 你知道 C和D肯定会选 65 哪些操作会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会延长 这很明显是 起步平稳 刹车平稳 也就是平稳制动 66 66变速是挂挡困难或者挂不进挡 并从变速器端发出齿轮的撞击声 说明是 这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咱们题目里有好几道题都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67 汽车挂挡困难有撞击声 挂挡后不抬离合 汽车就行走 或者说是发动机熄火 这故障有可能是 你想挂挡后不抬离合 汽车就走了 有可能这时候呢 离合还粘着呢 或者说 完全连的 连的比较大 所以发动机 导致熄火 这肯定是离合器分离不彻底 68题 车辆蓄电池外部不清洁 一造成正负及接线柱之间导通 导致蓄电池 那正负之间导通 那就会有放电 这种放电是什么 是自放电 69 咱们要了解一种现象 叫一冲就满 一跑就光 这就是蓄电池 发生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叫几板流化 这个专业名词 为了防止这种几板流化呢 使用时应该避免蓄电池过度放电 这就像人劳累过度一样 其实蓄电池容量下降 启动性能差 充电时电解液温度异常升高 并过早产生气泡 表示蓄电池出现了什么故障 是几百流化 这就是一冲就满 一跑就汪 这就是电池的性能下降了 71 拉紧助车制动器挂上低速档 慢慢放松 离合器的踏板 逐渐加大油门 如果汽车不动 发动机仍然继续运转 而不熄火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离合器打滑了 如果不打滑呢 那发动机就应该熄火了 72 行车中出现制动拖滞 也就是刹车不灵光 若个别制动骨过热 那属于什么 光多不良 答案是该轮制动器 这个该轮制动器 那就是对应的 若个别制动骨过热 那个别的当然就是个别的了 73 行车中出现制动拖滞 若个轮制动骨均过热 那就是所有轮都过热 表明什么有故障呢 那就是制动总崩 总的 不可能说制动分崩 74 车辆行驶中不能保持直线方向 那是方向有问题吗 而是自行偏向一侧 是故障 当然咱们要找方向 方向只能是前条和转向器失效 75 将制动踏板踩到底 车辆不能立即减速停车 那肯定是制动器的问题吗 符合的只有A制动器 76 汽车处于中高速或者某一较高转速时 出现行驶不稳 严重时转向盘有震守的感觉 此故障属于什么 这是行驶摆头 71 轮胎气压不等 轮毂周成预警度不等 会造成车辆行驶跑遍 就是车轮的问题会导致行驶的问题 78 下列哪些选项会导致轮胎漏气或者暴胎 这是ABCD都有 A 超速行驶 B 轮胎胎压过高或者过低 C 轮胎的磨损严重 D 车辆超载 这四个是都有的 79 下列选项中哪些是轮胎爆裂的信号 A 车身一侧突然下沉 这是一个突然的 B 说发出浓烟 为什么不选呢 爆胎不至于说发出浓烟 C 发出碰的声音 D 车辆出现震动 80 变速器 叉速器都应配用对应规格的齿轮油并按什么的不同 即时更换 这是根据季节气候 81 混合动力气时是指同时装备两种动力来源 热力源和什么源 那热力源其实就是说咱们汽油或者柴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电 就是电动力源 82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保证相同额定功率时与非增压发动机相比排量 这排量是要小 比方说你1.4T的 T就是涡轮增压嘛 1.4T的 你功率等同于1.6升的 一个是1.6 一个是1.4 当然是1.4的排量要小 83 驾驶中有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辆时 应该注意注意什么呢 B 停车后保持发动机再速运转一段时间 这实际上当一个逐渐降温 C 保持空率和机率的清洁 D 合力选择机油 保证润滑有效 一定注意不能说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是不能的 选择机油 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终于余地潜入 搭车往下 接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加速度